今天我们来看一块金士顿的硬盘 其实这一块硬盘的故障 对方应该是知道的 他当时还拍了照片告诉我 说这里的电容可能是烧掉了 从实物上可以看到 这个电容确实有一点点烧焦的迹象 我也跟对方讲 如果你怀疑是这一个电容有问题 可以考虑直接把它扣掉 或者是用烙铁把它焊接下来 然后再尝试一下能不能识别 如果识别了就可以省下一笔维修费 如果不行的话 再来找我也可以 但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也没有猜 就这么直接发了过来 我们先通个电看一下 这个电流 看起来也不像是短路的电流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后级这里短路 触发了过流保护 才导致他现在看起来的电流是偏低的 因为我之前的万用表 在前几天就已经光荣退役了 我有尝试抢救一下的 但是没抢救过来 新的并没有到货 所以今天就先拿这台价值 0.06万的试波器 来充当一下临时替身吧 可以听到 他们这两端 确实是短路了 当然也不一定是他自身的问题 但因为长得实在太特别了 我也迫不及待的 想给他动切除手术 既然对方不拆 那就让我来拆吧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直接扣掉 因为这边都是滤波电容 扣掉一两个是不影响硬盘识别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恢复里面的资料即可 信号偶和电容就不能这么拆了 现在这一颗电容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确认一下 可以听到 他确实是短路的 不错不错 看样子对方并没有少看我的视频 一眼就判断出故障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里还会不会短路 好像 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们上电看看吧 现在这个电流还是跟刚才差不多啊 263这个主控正常上电以后 电流应该会到0.3的 可是这个只有0.2 明显是不对的 我们短接看一下 这个主控能不能识别到 这个搞事情的电容虽然是拆完了 但是短接依旧无法正常识别到 证明这个硬盘应该还有其他故障点的 刚才我又重新观察了一遍这个主板 发现它的故障点还是长得比较隐秘的 这里原本应该是有一个四条腿的芯片 现在已经不翼而飞了 而且这个焊盘底下也有烧焦的痕迹 这是什么芯片呢 咱们先不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宫殿 它跑到了哪一步 前面的这几个宫殿 它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全部可以正常产生 可是当我量到后面这个电感的时候 就发现问题不对了 这个电感它居然变成了0伏 这个电感的电压输出 应该是由前面这个DC转换芯片产生的 转换芯片这边是没有短路的 可以看到 这个对地组织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又顺着这个转换芯片 一直往回测量 发现它这个输入端恰好是经过了 这个无翼而飞的四条腿芯片 由此推测 这上面缺少的这个芯片 它就是保护隔离管 保护芯片都被劈腿了 供电自然是不会经过这里了 解决方案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一坨锡把这上下连起来 为了防止误判 我又测量了一下这四个点位的电压 恰好有一个点位是3.3伏的 连起来以后 现在这个电流已经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因为它烧掉的这个地方 跟普通焊盘看起来也差不多 所以它还是具有一定迷惑性的 上机之间轻松秒杀 就是因为这个电容 以及这个保护芯片炸了 才导致它无法识别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害怕排硬盘 这个硬盘是来回复学习资料的 这名同学说 之前在京东找别人尝试过恢复 但是没有成功 京东还有数据恢复这种业务的吗 我也是第一次听啊 咱们通电看一下 电流它明显是跑不上去的 接上去以后 电流只提高了0.0几 这个电流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咱们先拆开研究研究 拆开以后 这块主板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干净 并没有维修的迹象 只是短接口这里有一点点磨损 这个应该是上架在检测的时候留下的 我感觉这一次能有大概率简陋 因为像这种电流要么坏主控 要么坏供电 咱们先给它把把卖 我们先从这个电源输入端开始排查 5V是进来了 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1.2V应该是给颗粒核心 0.9V应该是主控的 这两边的供电 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3.3V颗粒的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这个焊盘的电压有多少 1.2V颗粒的核心供电没有问题 3.3V主供电也正常 现在故障基本确认 大概率就是这一个主控歇菜了 料板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块全新的2259XT2 虽然说直接换颗粒也可以 但我也不想去碰这一堆跳线太多了 换主控才是最省事的办法 因为这一个主控 它挨着这一个接口 靠近一点就会融化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主控换完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来 让我看看它的学习资料还在不在 硬盘直接轻松识别 这名学生的学习资料算是成功保住了 这次就先到这里 我也该去学习一下了 各位下次再见 拜拜